来让我看一看有多少人觉得就是戴了口罩就不会被晒黑了 例证挨打哦 就是养而不防老 防晒才防老都忘了吗 今天看完这一期关于防晒这个事 上家再也骗不了你了 我挑了四个防晒啊 总结了一下他们适合的肤质优趣点 还有防晒力啊等等都给大家说清楚 后面还有经常被问到的防晒问题 你问我答 这个抗老第一步啊也是你最最好办触手科技的一步 没错是防晒 因为光老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外源性的衰老是最显而易见的 就这一张开车的女司机的图 想必大家都见过 所以咱们就是防晒遵循这个ABC原则整起来 A最好不晒 B能打伞戴帽子就都给他武装起来 C最后的这个防晒霜 要选一个A舒服的防晒力足够的 别你最后防晒防晒防了半天防得近 首先第一个啊 胶韵师这个小白盾 这个防晒终于回归了啊 胶韵师应该是有很多老粉 一半都是被他给圈粉的 全波段高倍数防晒的教科书 防晒我们都知道啊 它防的是UVA和UVB 这个UVA晒的最深 就是造成你皮肤老化的元凶 更可怕的是 全年365天 它如影随形 那我们看到瓶子上的这个PA 就是来帮助我们对抗它的 那UVB呢 就是你比如说去大海边 晒一天晒伤了 就是它倒的鬼 夏天最强 冬天最弱 那瓶子上这个SPF的值越高 就说明这个防晒霜的防晒能力越强 小医师这个是SPF50 然后PA四个加 市面上啊 包括我今天说的这些防晒霜啊 基本上现在都是这个配置了 我选防晒啊 第一点一定要复港 就是这个粘腻厚重泛白 这是我绝对忍不了的 大夏天的已经够烦躁 够闷热了 你再选一个肤感 不是那么优秀的防晒 那就是人间炼狱 小医师这个肤感 我觉得非常棒 你们感受一下啊 是不会存在上完防晒之后 后面没法跟妆的那种油腻感的 反而我觉得是上完它之后 再跟妆更顺滑了一些 而且它特别方便的是 不用再叠加什么合力啊 妆前乳这一些的 就是贼这种事 其实我觉得也是反向在给皮肤减负嘛 你像我早上比如说出去锻炼 或者就是短暂的出一下门 我就单独用它 不化妆完全OK 就是那种纬素颜的感觉 提亮肤色我觉得很厉害 它采用的是这个二氧化碳 加这个不知道咋面啊 纳米级的这个绿光威力啊 你真的会感觉到上脸的瞬间 它就沉没了 而且一点都不粘腻 也没有那种油膜感 你会看到毛孔背影型的特别好 我看它的成分表里面啊 还添加了这个甜瓜果提取物 也就是在这个抗氧化 对抗色油肌这一方面 小白顿顺便也帮你做了 防晒力呢 我觉得日常用 大材小用了足够 你周六日爬山浇油啊 你就知道用它有多香了 甚至你都不用带妆了 纬素颜特好看 真晒不黑 而且一整天下来 我觉得它比较吸引我的一点 是因为不会拔干 晚上卸妆的时候也不拔干 不温抖敏感肌 我觉得可以用啊 这个非常推荐给你们 再来兰蔻的小白管 同样的STF50PA4个加 防晒力足够 相比这个啊 我可能会更加青睐 他家的兰蔻精准 说过很多遍了 当然啦 那个价格还更高一些 敷感上来讲 这一瓶干皮你会非常喜欢的 你们看这个流动性和延展度啊 它是一个纯的化学防晒 你作为这个化学防晒 敷感好 那是分内之势 而且呢 是那种很轻薄 很水润的质地 就是推开之后 也不会假白 它会很快地形成 一层那种浅浅的幽默 这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干皮 你会很喜欢它 上脸之后的那个敷感 就是等于 给皮肤又补了一层油嘛 油皮啊 我觉得你可能会被 它刚刚推开的那个 敷感给欺骗 因为它过一个小时之后 可能会在你脸上 有泛一点点油光 防晒力足够 而且里面添加了 这个玫瑰体育物和维生素E 用的是欧莱雅的 麦瑟绿防晒科技 有一点点贵 就是为了一个防晒 有点肉疼 带一个大名鼎鼎的 资深糖蓝胖子 SPF50加PS4加 你看啊 防晒这个事啊 我觉得除了敷感这一块之外 我比较在意的是 味道 我总说防晒味 你们知道这种 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你涂完防晒霜之后 在大太阳底下 太阳光长时间照射之后 你会就是一种油油的味道 而大部分这种 遥遥乐的防晒霜啊 都会有这么一种 不是特别讨喜的味道 这个蓝胖子 家喻户晓的沉默块 成分表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第一位就是沉默剂 我觉得说防晒力这一块 那蓝胖子是最大的优势 我记得这一瓶里面 应该至少七八种防晒剂 去海边玩特别的适合 而且它还防水 它里面是有 自生堂那个汗水加成技术的 但是就是在沉默块 这是个优点的同时 也存在着很明显的缺陷 就是干皮 你可能会有点倒拔干 它涂完之后 呈现出来的是一种 很雅光的膜感 而这个膜呢 是你用手摸度 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沙沙的感觉 我觉得油皮 肯定会更喜欢一些 这个敏感皮要避开 有酒精香精防腐剂的 但如果你说 我就是追求这个防晒力 和超高的一个防水性 充蓝胖子没有问题 这家伙就是比较专艺啊 别的不管 就只管你 不晒黑不晒伤 戴科防晒 SPF50加PS4个加 注意一下哦 戴科的防晒 之前的旧版本 只有一个选择 现在的新版本呢 是三个选择 一个是这样的 不防水的 还有一个防水的 还有一个是粉色条的 是带润色的 我的这个是不防水的 我觉得也是敷感上面 最接近于老板的一个 轻薄水润 就是因为完全无色嘛 所以说你感觉 推开之后 什么都没有留下 但有意思的是 过一会儿啊 你会发现 浅浅的 留下了一层油 你说它轻薄吧 适合油皮 油皮看见那层油 只说我不渴 这一瓶我觉得 可能会容易 被人诟病的 就是那个浓浓的酒精味 就直接像一个跟头 所以我可能推荐 它给比较耐受的 这种橙墙皮来用 干皮用完之后呢 用面积只稍稍地 把那层油光按掉 还是一个非常合格 很舒服的防晒 重点在于 用完它之后 你会很喜欢跟妆的 那个感觉 非常非常服贴 一点点润色都没有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 什么为素颜神器来的 只要290 性价比确实可以 总结一下 我今天说到的这几个防晒 其实防晒力都是一样 那就是全肤之可用 教育师 蓝蔻的小白管 适合干皮多一些 滋生糖蓝胖子 适合对防晒力 有足够高要求的 去海边就选它 并且就是带妆 可能也不会那么久 皮肤不是特别敏感的姐妹 用它 那戴科的这个呢 就是和不怕刺激 比较耐受的橙墙皮来用 注意到了这个答疑环节 一 涂多少 是一个正常量 怎么涂才能护搓泥 搓泥 首先大家明白 无论你是用什么护肤品 搓泥这个事儿啊 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它绝不会单方面存在 你就去检查一下 你用完这个搓泥的东西的前后 是不是它们的问题 或者前面的那一步骤 是不是没有吸收完全 你就紧接着上后面一步了 我随便拿一个教育师 这个防晒为例啊 就是这样取一个硬币的大小 从中间到两边 平平的涂开 就完全OK了 你不要来回的揉搓 来回揉搓 跟什么都会搓泥的 重点是上完面霜之后 你稍微等那么几分钟 再上防晒 二室内到底要不要做防晒 咱们应这个情况而论 比如说你的工尾 就在这个窗户旁边 而且每天晒到你 晕头转向 睁不开眼 得涂必须得涂 如果就是正常灯光 你是感受不到 这个阳光的照射的 不要过度制造这个防晒焦虑 三阴天下雨 要不要涂防晒 你打开手机啊 天气软件 都会有那个防晒指数 就是紫外线的指数 我是这样子的啊 只要出门 我就肯定会涂防晒 那如果紫外线指数 高于三了 或者三四这样了 我就会打一个伞 或者戴个帽子 就是叠加一下 物理的这样的防晒 四 防晒霜到底要不要卸妆 分两种情况 如果你化了妆 那是肯定要卸的 这个时候用卸妆油也好 卸妆膏也好 就连同防晒一起卸掉了 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说 我今天没化妆 出去就涂了一个防晒霜 也分为防水和不防水的 防水的 你就乖乖的 还是像上一个步骤一样 卸一下 我一般会用卸妆油 轻轻地按摩一下 尤其是你去海边 你肯定是一层一层 过一会儿就补涂一下 过一会儿就补涂一下 那卸一下才安心的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是通勤用的防晒 其实我觉得 一个洗面奶 完全可以洗得掉 不用再专门去卸妆 最后一个 化了妆 怎么补涂防晒 如果你是在海边暴晒的话 叠加防晒是最安全的 还有就是硬防晒 你得做好 尽量不要让皮肤暴露 在这个太阳底下 如果是日常通勤 就是上班下班 这么简单的话 放弃焦虑 不用补涂的哈 只要你没有大哭 没有淋雨 防晒膜没有破掉的话 是不用补的 OK 关于防晒的各种疑问 我说清楚了吗 还有啥问题 评论里面留言哦